大家好,我是潔若,中文是忠孕 那我今天要跟他分享的是配奏人群的第四章 Ne-Ear Model Focused by Patient 那上一章講的是Reversion Model 他這張講的是Ne-Ear Model 那其實講Ne-Ear Model 這張其實不只是講Ne-Ear Model 他講很多東西,他跟上一張講出來 那這一張大家有喝成文化 就是從一開始會先講說Ne-Ear Model 的一些個性還有一些方法 到後來有一個機率生產模型的簡單介紹 因為他的其實 每個章節他放的量其實都只有很多 就是包括只講的重點而已 那如果說要想繼續去看的話 其實每個章節都獨立去看不到 會有很大的體系 但是他這個書 我覺得至少以意識上來講 我覺得我看起來是沒有多什麼重點 沒有什麼東西 或是你要再去做外線 準備的資料這樣子 那但是他有個機率 我比較會講 就是說他講這個 他有一些一貫的脈絡的原因這樣子 然後第三部分講的是那個 用那個基因 直接用基因模型來做一些說明 然後他介紹用GISD方面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第四、第五道 他量比較少就是 就是為什麼要用LAPAS 然後他用LAPAS 來做轉換 最後可以用LAPAS 就是LAPAS 好 那我現在話我先講一下 LAPAS LAPAS 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他這個符號第一 我大概講一下 簡單來說 我現在輸入X 是一個我的COME Factor 他會有D尾 好 D尾度這樣子 那 他的Y 一般他的T 就是我們所謂的正確解答 或是我們所謂的 眼光速的答案這樣子 會有K尾 一種類型的那個不同的詞 那 一般我們會定義說 K 這系列是不同 LAPAS 從1到大K這樣子 那 為了編碼通 因為他這邊是做 BinaryMaker Special 或是做一些 就是 跟流行不一樣 所以他通常會把它編碼成 像他有過的一條影片 就是 我會五個 五個位員 然後如果今天他是第二類的話 就是寫了自己這樣子 那 另外一位是方形 你可以說 另外一位方形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 在皮面上會有一些點 我希望能找到一條的線 把它切下去 把兩個不同的點分開這樣子 那至於 不在這個皮面上面的裏面 就是用這顏色的表示 也說我是要先切下去 動使我這邊是純粒貝塔 但是 不在缺粒貝塔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知道 他大概是屬於 什麼樣的類型的 那當然我們會 投入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2D的 裡面的上面的點 那我們會想要知道說 他到底有什麼 就是 可不可以找一條線 可以完全分開了 那事實上 有些 有些很複雜的架構 要不然是複雜 要說大部分的架構 都沒辦法做 1122人 可能會有這樣的機制 所以 一般來說 我會用很多轉換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當然這一章節 主要講的 就只有 我現在找到 你還有線性 可以找到線性 把它選去切割 那 它這個命令 不是只有線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減一尾的 太多分 也就是說 我今天講說 我現在是二維平面 二維的平面 我找到就是一條線 那如果我現在是個3D 3D的維度的話 那我找到就是一個 一個平面的 去把這個點圖切開這樣子 就是 線性分割是這樣的概念 那 這邊 有大概定義一下它的 就是定義 那 快速講的就是 X是我輸入的值 那 W是我的位置 位置 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 我位置基本上 我可以用 用各種方式去找這個位置 那我等到 我等到一個 我等到一個Y 也很好吃 也就是說 簡單來說 你把W拆開的就是 W1跟W 假設你都不會來講 D1跟D2 SX também D2 相成之後 加上一個バイオ 4B1是戶的 把他剪掉 大於0 我就說它是D類 轄於0 就算是D2 也就是說 這一個紅色的線 上面是D類 下面是D2 他中間是 可一可 可二類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位有個W 是我們需要球的 也就是說 這W的值 可以導致這個 紅色的線 有不同的角度的環節 那這WD是垂直的 為什麼? 因為我樂意取兩個點 SX和FB 代替上那個是兩個相減之後 負責雲比 等於你的意思是說 WD跟這條線是成那個垂直 內地的雲本它是垂直的 所以這條線也是垂直的 那我們現在要找的是說 我今天這條線要怎麼樣 怎麼看好角度 那飛上這個點可以做後頭分割 好 那它這邊有些基本的定義 那簡單來說我今天 以這個顧外講好 X是我真實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點 那它被分為是R1這類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 它這個點對於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蠻重要的概念 我今天有很多條線都可以把它切對 可是我希望這個切的過程中 我希望越分離越好 比如說這個S的點 應該說所有的點 我希望第一條線越遠越好 那下面點一樣 這還是最好的切割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產生點的過程中 它可能會有雜訊 那所以我們會想要知道 這個指導已經多少 那這邊你講不懂是Y 我會是注意 就是那個 W的那個 那個 的 的值這樣子 好 那 但是我不知道 一開始我當然不知道是維護多少 我只知道X是 這個垂直點 加上一個存量到這邊去 那這個存量是個 W的那個單位 下降成 是正名的 所以我知道 這個存量是不知道 那我要解決這個R怎麼做 就是我就是想說 我把ST帶進去 對 就是這種 這是原來的四值 那我把S垂直帶進去 ST帶進去之後 因為它在這條線上 所以它會有雜訊 好 所以我圖了這條四值之後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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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把這個S 這個S 帶到這個四值來 所以它會 把D乘上 S垂直 加長圈的雜訊 然後留下 以向R W 所以我 除以W絕對值 再乘上WD 所以我這樣 推一推之後 轉圈0之後 我會反對說 其實R就是這個值 Y Y除上 S的長度 這樣子 這樣長度 這樣子 好 這是它的表值 這個值定義而已 那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未來 下面講的 要做那個 矩陣的預算的話 你 光是除以這個W0 也會有一點 當你有一個Noise 所以 一般我會假設說 S0.1 W.1 然後我會把W1 變成一個 1加 D微的 微度的 所以我們 以後看到這樣 波浪的形式 符號的話 就是說 它是一個 包含 BIOS的 像樣 的顯示 那 線性 它現在講的 就是說 我既然 線性可以切割 但是線性會遇到 哪些常見的問題 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 要處理一個問題是 我這邊有 我這邊有兩條線 當然我現在 我現在 K可能不會是 五位是二維 可能是 三維、四維 這樣的東西 假設說我今天 它會有 一、二、三、三維 可是我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這樣 切、切 的時候 R3 沒有問題 R3非常的知道 它是 既不是一也不是二 R1是 這條線 比上是 R2是 這條線 比上是二 但是通常 有一類的 類型是說 我其實不知道 這是哪一 我不知道是R1還是R1 因為我們只有三類的 我不知道這塊 是哪一類型的 那 大家有很多方法在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 我可以算說 比如說 我這邊隨身距離 這條線 它可能 離這條線的隨身距離 跟 到這條線的距離 比較近 所以我認為它是R1的 機率會比較大 所以 可以解釋一下 那這邊 講的概念是說 好 假設我入了一個區域裡面 它其實可以用一個 它有定義的這個區域 叫做 Secret Complexing 也就是說 因為它畢竟是線性 線性分割的方法 所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任何兩點 SA跟SB 它任何的線性組合 基本上 經過 經過我們的線性轉換之後 所以總之就是 國外的線性轉換成一個大部分 就是那種 它還是可以保證說 我這個未來的線性值 還是國外的區域 它講的這樣 很關鍵的意思 我還不是在講這個概念 不是嗎 好像 我印象中唸的是說 因為你剛才講Pyram 現在要轉換成MultiClass 對 MultiClass他想要說 那我可不可以用 有多個Class我可以量量 一個是 一對多 一個是一對一的比 噢 那個我沒有講到 那我會漏掉 你這個就是 用 一 一對 這是 這實在講的 因為我沒有用 我漏掉 那它 它左邊就是 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那你用一對一 或一對多的時候 會有一個confused region 因為那個region 譬如說 你 有三個Class 但是 你 那你會有一個區域 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麼決定說 這個區域到底它是哪個Class 對 你用一 所以說它 所以這兩個例子 就用這個 這兩個例子就是 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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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好 那我剛剛是 剛剛這也有弄掉 讓我們找一塊 其實我剛剛 這邊要講一個概念就是說 當你今天的K 是非常的 不是二尾 是三尾四尾 是多尾 你知道嗎 其實用CN取得概念來講的話 會有 需要這麼大量的方法來做切割 就是K乒乓的翅膀要做切割 所以它的那個線會非常多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 你如果當時用線來做切割的話 會切出很複雜的一些運算這樣子 那像 而且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不過你怎麼切 總是會有一塊是 商品管理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商品要這樣 對 昨天這個是你剛剛講說 對 它可能會又是一 又是二 這個是說它是一 二三 多個有一票 的意思 就是變成說我要去看哪 跟票數交通 卻決定不了 對 應該不是這樣講 應該是說 我寸出來的Model 我可能找一個最好的 寸黃是 我把那個Aero方形 剪到最小 我寸最後要找這樣子 那比如說 這邊Download是R1 這邊Download是R2 然後這邊是R3 那這塊不管怎麼樣 再 有人問說 像它看起來是在 這一條線上面 它 我們會說它其實是C2 它其實是C2 就是C1 對 然後斜的這條線 我們會說它是C3 可是你這個 這條線的話 又 左上拉又下這條線 它又雖然是C1 所以它各有的 它只有兩個是 我們會認可 就是兩個人會認可 就本來我們很多區域 它可能 你不能用 雖然票數最好 就是不用拜託說 欸 不是C1 不是C2 就照好這塊 這邊是 不是C1 C1 是C2 或者是 不是C2 不是C3 那那個區域就是 三條都有 各一個 那就是 就是Tie的Condition Condition 就是你在皮面上面 做線性分割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它有三條線 右邊是1對其他的比較 左邊是1對1的比較 現在數目會有增長大塊 這只是三類而已 如果未來有四類的話 它會各種方式增長 光是一個底面上就會增長 就是 當然你可以用哪個方法去解釋說 這跟這什麼地方 如果這點在這地方的時候 可能它比較靠近R2 我認為它這個 我會比較想 點它1次R2 R2 這樣比較舒服 對 那這次講另外一個概念 這次講說 如果今天是線性轉彎 出來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 至少 可是我已經知道 這是遠區域 至少我用這個方式去做轉彎 但是它只要兩點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沒有跨靈彎 就是 所以它轉彎不出去的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如果像上一頁 這頁的話 其實 它 是不是 它第一類第二類的這個混淆 那個區域裡面 其實可以就它的那個兩個 這兩個類去做 它那個數目 是這個意思 可以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因為它其實你會 其實你 假設醫生點台出外 它就是一般人 可是這應該是線性圖 就是說 LANDA可以決定 這個點在WATCH的位置上 然後直覺上就會變成 如果說這邊有個區域的話 這邊有個在切區域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LANDA的 可以決定它發給 是不是有哪個區域 這個應該是 沒有 它右邊的圖其實是假的 既然前面兩個 一對一 一比較 或是一對其他比較都有問題 它的Purpose 第三個方式 就是你要去FIT K一個 0.0 equation 然後只要有一個比較大 大於其他的 就算那個class 對 它這會很難 它的圖是對應到右下角的一個 對 因為你 你今天在做這個方形的時候 可能 你可能會有 就是你可以做一下 你貴心中心 如果只是它被大 你就相信它是 它是那個姿勢 比較是方向的 這樣子 很隱瞞到我們的直覺 就是演這種的 對 它比較大的話 它是看下來這個問題 它給你一個 誰的機率比較大 我就可以嗎 是哪個類 這樣子 那 這是解答基本的定義 它認為說 它解答方形有 常見的三個方形 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常見的 D-square 的方形 D-square 的方形 就是這個 基本上 一樣 我今天有k類 所以我基本上就有 k的那個 這樣的方形 然後 這個bibu就是 一個 d乘以d 然後這個d乘以d 所以呈起來是一個 乘量 所以這值是多少 我還決定說 它到底 有它是正 我會給它說它是第一類 負的我會給它說 不是這一類 所以就這樣 換作care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這個紙有一個更好意思就是說 一行就轉換出來特別大 它可能同時滿足二三類 但是在一類的時候特別大 我覺得我們還是一類的經歷 比較高這樣 因為它是DJ這樣子 那當然它還有這種的形式就是bub 這個bubus整整整這個類的 就是它回頭變成定家裡這樣子 那既然你要做多類的那個 那這樣寫的東西你要寫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用一個大型的檔案 可以當作整個k類的那個 洛貝特的組合這樣子 然後塵上我的資料的那個維度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 今天我給你一個s 一個b為一個s 我會知道說它在所有的k類裡面 哪一個維度的分數 如果說我今天是用的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可能就是11000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用的維度的概念的話 可能是0.8、0.2 就是它會有一些分佈的概念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樣的方式 如果做的關係來認識什麼的話 你大概知道它是哪一類的 所以這邊有講到說 你可以去找最大的那個值 這樣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第一就是 我如果今天要做驗證的時候 我要拿它的AERO方式最小的話 我要知道它的Ground處是什麼東西 它這邊講說你應該知道有0 像st這樣子 就是它的Ground處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Label的配搖式 去配搖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資料量會有NB 所以我把這個改的來改成 會不會是這樣的概念 X是總共有NB資料 乘上我的位分 然後減去我的答案 因為每一筆知道它都有一個答案 然後總共K 它也是一個註證 所以它是一個低微度的 然後乘上一個K AERO方式是這樣子的 一百兩就寫出來 我把所有資料變成這樣的資料 AERO方式是帶有 維度跟資料量的 就它一個位分 我就會去算作 我假設找一個位分 只要它這個值是最小的 最小的值 那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一般會用那個 跟號女方 就是兩個子子相前的女方 那為什麼會有的動作之一 問題是因為它如果要做 找最小值的話 基本上你要找 找那個 用一式微分 所以它會有 通常會放一個 動作之一的信在這裡 這樣子 那這東西基本上就是 Rosebone 也就是說 你不用用那種程度 只要給你一個S的Data 你用這個方法 就會直接把它得到 YNRose 就是 WN多少 那W的值 就是這個轉換完之後 這就是去做微分 找那個等於 去找W 大概是多少次 那W會這個 怎麼寫的是 跟S的 資料量的相乘 的板函數 再乘上 S的總值 再乘上這個T這樣子 所以這個 S有了 因為我們有 不算有資料 那我們也有它的標記資料 所以W基本上 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它就 找出來 就是一堆 那個 所謂的 矩正的運算 那S有一個 有一個常用的名字叫做 Sudo Inverse 它其實就是 這個 Inverse在身上 這些東西 那這個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專長派 什麼的 它們都有這樣的方式 給它扣 所以其實 你知道扣這個數目的東西 就直接算出來 這是 Costfold的概念 那當然 開始 我們一開始 學機器學習的時候 就會想說 如果有Costfold 那我們幹嘛要認 主要就是因為 你來的Data 這個S 本身它 可能是有汙染的 或者是它不完全 它只能看到 這世界的 一小塊局部這樣 那用Costfold 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會解出一個 我們就想是一個 過分OB的 的Model 舉例來說 這特別是它的風險 綠色是用 logicity去做的 那 紫色的線 是這個 剛剛講的 歷史貝爾方式 那如果說 這個資料是 人類來的狀態 其實我們有 我們也會 分成這樣子 因為就只要 看起來 這條線是切完 就是說 每個都一個距離這樣子 那如果說 今天是用 剛剛Costfold的概念 的話 它為了要讓所有的 只去滿足最小的 L方式 當你的點 加一些這些 技能的時候 雖然說 對人類來講 這條的其餘是最完美的 可是Costfold 他做這件事情說 他會 整個 位的整個 你可以一定要在 因為他認為這樣子 才是最小的 那個位 這樣子 那所以 他這邊的 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 你在做這件事情說 歷史貝爾 Costfold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是 假設你知道是不安全 或是不安全的話 你做下去 它都非常慎盛的 依然 依然 那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他後來就直接講 第二個方法 叫做 Facial Discretment 那 Facial的概念就是 我今天 我今天展示 我已經知道有兩類 因為我不會 標記資料 不會兩類資料 所以我可以取 第一類資料的 西方的 平均值 還有 第二類資料的 平均值 那 也就是 你這樣做下來 我會行的重點 那我今天想要 做MASMA的是 我 這是 這是S的部分 兩點相乘 經過轉字之後 它的值還是 差距最大的 那我要找這個DW 提到 這兩個相點是最大的 他怎麼找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兩個點 桌標的點 是 這裡到這裡 你要找DW最大 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就是找這條平行線 就是有垂直線 這樣子 所以就找一條垂直線 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得到 這個大個DW 使得這兩個 是最大的 這是 它的基本的 概念 就是我們 直接找MASMA的平均 去做一段 就會找到 一個 很還不錯的位的概念 N2N1的那個存量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 大小 N1 這個大小 這個是 X 沒有問題 在N2N1 它其實 有什麼 我都不能放回去 就是Y Y N1 就是這個 液體 就是這個 液體 就是這個 液體 N2N1 它其實就是Y的值 也就是Y 簡單講 好了 你這條線 可以這樣值 也可以這樣值 你把這樣點 投影到這個地方 要讓它最大的 去 就是 就是我們希望能找到最大的距離 那 當然 比如說你看 如果是這樣的投影的話 它撲過來的粉質 會比較短 可是如果你把它看好是垂直 這樣投下來的話 這兩點的距離一定是最大的 這是 這是它的環環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 的想法 但這個環環不是核桃的原因 是因為 你看 以這個歷史來講的話 這邊很多點會分得不好 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這樣 切一條線過去 你可以講到 這是 切一條線過去 當然就會有白色 可以這樣一來一去 你現在可以這樣一一一 但是它切 切這條線走過去 所以它把這些點切錯 所以在它的分布來講 你會發現說 右邊有些白色點 看到右邊 紅色有些點 看到左邊 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它 沒有考慮到 barrier的精神 那 以客人來講的話 它的兩張圖 這是剛剛講的 我這些早兩點最近的 然後 這是 我會起歪最大 那這些做完 真的不是很好 最好的方法是 你同時考慮 me 跟barrier 什麼是marrier 以藍色的點來講的話 我是重點 不過 我不用這個走來看就好 我看這個走 只看這個走 這個走的話 離這點 越近的點 我會算出它的barrier 是多少 那 紅色點 你可以說它barrier 是多少 所以這個平面 也是可以隨身轉 但是轉到某個角度 說它可以把barrier 讓它 你可能越集中越好 所以 我會覺得說 以它這個例外講 它 覺得 當你考慮病根 當然病也要考慮 病根 你都公司考慮的時候 其實你會把這個 這樣子的平面 對應過來的barrier 就比較少 雖然說病可能 不是最小 但是考慮病跟barrier的 重合來配比的話 像這樣子的weight 是會比較適合 做二維飯店的方法這樣子 那這個怎麼算 它這個也公式 那它 就是兩類 比較有barrier 一種barrier 它叫做 within kind of variance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较 那就是我的y 就是剛剛講的 我假設有一個 大部分 我在裡面的話 我會轉動成y y跟我的那個命 去做相檢 我會得到一個子 然後全部平 然後下來 就得到 第一類的或是第二類的 得到barrier within kind of variance 那如果我想要看這兩類的barrier 有沒有辦法 看這個converance 可不可以說 它這個第一是 它其實是一個ratio 就是 between class variance 對上 within variance 也就是說 這兩點的 中點的相檢 的平方 除上它各自的 各自的barrier 那這個不好算 所以它有一些 替換的東西 它把它替換成矩陣的方式 那這個我沒有 細看 我只知道 它這樣替換是 這等價的 那 就是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打表怎麼窮 這邊沒有 W的形式 我轉換成這樣形式的時候 我知道我沒看到大部分 那 SB跟SW 都是已知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把它 轉換成這樣 我要取 這應該是要取 最小指吧 最大指 最大指 我可以 最大指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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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SB也是 SW 我知道的情況下 我只要求大陸出貨 就知道了 那SB是這個 你從一開始 那SW是 你從一開始 那SW是 你從一開始 那 後面這個 有講是怎麼來的 反正就是 那SB就是這東西 不過 如果 如果 經理會議會統計 就知道 ANNOVA 就是 ANNOVA就是說 它判斷就是說 這兩個group 平均是不是一樣 平均是不是一樣 或是說 它的這兩個group 就是 你 你會分析它的 VC group 你會分析 如果說 你的 Protein class 比這個 VC大很多 的話 這兩個group 就不太一樣 所以它應該是要 Messimals 對 但是 因為 這邊是已經知道 它已經這兩個group 但是 有時候 像 Ultrify 它其實不會知道 所以你可能在這些 做完之後 你再看它的 倍率是什麼 或是 值不值得 把分成兩句 那這邊是講的時候 我就不會知道 Data了 所以我就看看 它這樣子 怎麼樣找出來 最好的情緒老實 這樣子 那這個定義其實 這邊就 其實 有 這都是 因爲 N就是平均 那這個 VAREL 一開始的 VAREL 其實 也比較得到 就是各自的 各自的VAREL 取消 相加的 所以這邊就是 我要去找的 VASMAL 那這個方法 有一個缺點 就是 它這樣 跟VASMAL 其實它沒辦法 因為這個方法 可能不好找 真正的W 因為你要去VASMAL 所以它只能跟你講說 好 我找到了一個 大W 它是證明這個方向 也就是說 其實 你看 這個 這個W 這個W 就是 我今天不考慮 BIOS的話 基本上 W是這個協定沒有錯 你加上 BIOS 它一來一去 這樣 那這樣一來一去 其實它不會 影響到說 這個 這個切力就這樣 所以 它不用找到真正的大W 但是它可以知道 我知道說 我找到這個方向的W 就是 可以讓它有最大的這個字 可以讓它分的 最開的方法 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 概念上知道方向的方法 那 就一樣 好 那 它接著又 就講說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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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導致 這是 這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我們用這樣去看 其實它只是 我講的細節 就是說 我今天有NB資料 我把它給進去做評刀 那這次是它的 右方向 然後我想要怎麼求 就是 你如果用這方向去做的話 其實 取片尾分下來之後 讓這個影響 所以其實你還是可以找到 W的多少 N的多少 把它帶換進去 其實 你可以得到 這樣 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 手 所以這只是用 承認方式 這樣子 就是說 你剛才知道W 它W 只有知道方向 所以說 拮据 也不知道 所以說 這個是 要求W W你知道 整個線的位置 的固定 好 謝謝 那 這邊講的是 Bionic 可以配信的方法 那Bionic 其實就是 只是稍微改一下 它把W 配成大型的W 去做運算 那其實這邊 細節 我就 其實跟剛剛那個很像 是說 像 SK 就變成 K的去 K的去做 做行商 這樣 那NK 一樣就是 每個分類的重點 這樣子 那Bionic 長這樣子 那 Bionic 那SPR 其實 也是會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 差不多 這樣子 所以一樣 做完之後 你還可以去做 這樣 的方式 SRUSB是知道的 你知道去求 這個位盒 大型的位盒 是多少 一樣可以找到 那個 最適合的位盒 讓它可以 或者很開 這樣子 所以就是 Fissure的 方法 的介紹 那 我們講了前兩個 有 Lisbo 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 Data生產 非常嚴重 那Fissure 你如果要求一個W 其實 會花一點時間 它一開始的方法 可能知道方向 是比較好做的 那 現在都最常用到的是 Percentual的方式 可是 它這個 概念 就是說 我就一次一次更新 我不需要一次到位 我就總部更新 讓它可以找到 最好的切線 那其實就是 有點像 規定的概念 我每次更新的部分 都是去更新一個 我覺得可能是 各種方向去做 對 好 那 這邊有加一個 一個功能叫做 FiveX 基本上 你可以假設說 我今天 YLS 等於F function 乘上WD 就是剛剛的線型轉換 乘上YS 當然 X本身 你可以不用 這邊可以不用 FiveX 直接做 就是WD 乘上去 但是通常 它會介紹 講一下 FiveX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希望 S可以再做 一些轉換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是因為 像 像 這是我轉換過的 我本來X可能是一個 比較亂的 的結構 我轉換完之後 我會確保說 它的指會落在 -1到1 之間 -1到1之間 那可能 可以有一段線 可以把它 把它做成切割 所以 FiveX是一個 非線線的總共 它其實目的就是 把你 可能你的Data本身是 不能Data本身 不能Data本身 把它轉換成Data本身 可以Data本身 那這個 快有那種顯示 那我們只想說 這邊有個快 給大家 轉換成 一個比較好切割的東西 那F的話其實 因為這個 這個層出來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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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個 所以我 我們必須在定 什麼是F F就是 大1就是 小1就是 過癮 一般我們做法是0過1 但是為什麼它 FiveX是因為 當你在做Update的時候 剛好這波 相反的時候 其實它會 它會是一樣的 量子去做更新 這會比較好設計 所以 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頭兩類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類是FiveX這樣子 那這可以確保一件事情 假設我今天在C1的話 我這個值 我轉換之後的更新的值 會大於 C2會消育一點這樣子 那因為我的T 我的T本身是靠 這一副 所以我會確保說 這些層次都會是真正的 所以我要找最大的值 為什麼要找最大的值 是因為 你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有一個點 它反正離這個點 所有的多點都離 這條線 越遠越好的時候 它是一個 最好的東北方式 所以我基本上 要找就是 有最大的值的代價 好 存出來的 但是最大的值 但是最大的值的時候 不好找 所以我一般來說 我會給它加一副 好不好 我們可以去找 去找這一種 我最小值的概念 好 那我定義一下 A2方形 A2方形其實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我們畢竟 這些點裡面 只有少數幾個點 是分錯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只要把分錯點 來加重就好了 像這種對的 假設這邊是紅色 這是藍色 假設在紅色 這邊是藍色 好 我們只要這個錯點 做加重就好 所以它這個M 大M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有Diskyser的 配童 去把它加回起來 那我每次從裡面挑 一個錯誤的開始 去做更新 那我更新的方式就是 我們一般處理 一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我會去取它的規定 或是它的編尾分 大概有編尾分 然後 T的時間點 我會有Diskyser的方式去更新 那 ETA是那個 Theming Rave 那 這個可以確保它是 應該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5號 確保是 複的是這樣子 然後一直更新 這樣 這樣子 好 那 這是一個 它都比上換的 其實半例這樣子 一開始我這樣切割 所以 下面紅就是對的 上面藍就是 對的 所以這也是錯誤的分割 錯誤的話 我就要先 我就去算 這個位的量 這位的量 我會去跟 這個東西做相接 我會得到一個 新的 新的位的部分 就是 這要先的位的部分 所以我會把這個 下面往這邊去拉 拉完之後 這個線跟轉 本來是這樣子的線 這樣一拉 那就往這方向轉 那拉完這個值 就是這點到這點的部分 它就等到一個新的 新的長流的部分 那我又繼續看 發現它又有一個新的位 是錯誤的 有的繼續在拉 所以它 拉完之後 它其實都會把 轉向這樣子 所以它目的 在於就是說 這邊本來是 這邊差點是錯的 一拉完之後 怎麼放它變這邊之後 這邊停破是對的 我想說是 第二類這樣 是這樣的方式 開關 插別的孔看看 插別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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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錯誤點 所以它就會在那邊 震盪還震盪 所以 Rate也是一個 一個技巧 不讓它不會 不會 這樣一直震盪的方式 那這是 你一定要 model 主要的三個方法 這樣子 那這個是大概 我平常做的 其實沒有 好好稱呼 那接下來講的是 P2D Generated Model 也就是我 假設有一個 深層的機率模型 那有沒有到我這邊的 資料 資料 我就可以做 我就可以直接求 它是哪一個 哪一個分類 我就不需要在 人們存在一些 data 這樣子 好 那它今天要求 這件事情 叫做這個 解定 解決實行 去求它是哪一個 data 但事實上 我們會知道兩件事情 你會知道說 我們手上這個資料 裡面 目前它在每類的 擺盤 機率是多少 我也知道一些事情 就是說 當我給定 某一類的時候 我會哪些點 失誤在這類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想要求 是這個 真實的解 真實的解 我今天可以隨便 給定一個可詞 你可以告訴我 哪一個 也就是說 ESC是一個 一個相機面 上面的 你至少會知道說 它在 地方的機率最大 我就會想 它是哪一個類的 那這東西 基本上 它用那個 配式定義 它可以對增加的東西 可是東西其實 很不好算 所以它其實 有把它 用的東西化解 用 我們現在是有挫傷 直的就是 直的過年後面 我們就化解 那這個A就是 這個 弄得 兩個相處的詞 那放在這 就是 同類秀的 一樣東西 那這個 我們在學生的 其中一個 的寶寫 那 我們用這個寶寫 就可以 減化一些事情 那 這個是 它的那個 假設 它這邊有個假設 假設我今天的 分部是高型的話 我會高型來做 做分類這樣子 那 這是 就是 向上檔的 比較多 所以 MuK就是 平均 那 Sigma 大寫的Sigma 是 我們一般所 就是Operance Operance Fu1 它會放在下面 好 所以我們先想要去求 這個東西 用 以致的高型方面來求 可是 這東西很不好求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 假設我今天 有一個Data 是 我 假設我今天 X 我不知道多少 我會不想知道 它C彎是多少的機率 我問張房群 那剛剛 前面有一個就是 就是 scamway的方形 把它蓋進去之後 那 scamway還有 它蓋進去之後 它其實是C彎 把這個複雜的方形 變成在 0到1 之間 因為它已經是機率好處這樣子 那我們蓋進去做的時候 其實 它有些定義 就是說 我會定義 W是 就是 就是 barrior 層上 這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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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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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Binary的 它也有方法 就是那個Modcast的方法 其實就是被WK這樣子 它變成是一個K為的 KXD的相當性相長 各式WK是這樣子來做的 那課本的用的主題來解釋說 你有用高級來做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完全把說的 這是它的中心點嗎 但是你跟我用一些剛剛講過的 就是這個點它可能要放進來的前面 來做這個地方 其實你會得到一個這樣補充 你會說我其實可以把整個 整個皮片上所有的點 從不爆出來 就是它那個來自的跟綠色的 因為它那個不轉不一樣 而且它的線益沒有彎掉 是 那這是剛剛那個限定問題 限定問題可能 所以我覺得呢 光是要處理那個 會比較複雜 但是高級的話 你可以大概知道說 它是比較哪一個 高級的中心點到前面 所以它畫出來會長 這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 對 對 因為它的藍色跟左邊的 Proverance不一樣 所以它的邊界就不是線性 有一次 有一次下邊界 對啊 對 左邊的上線人 否認識沒有 所以它是線性 對 就是這樣的線性 對 就是這樣的線性 對 這方面也不好求 所以基本上 一般來說 常做的話 是用類似把它放出來 也就是說 我用資料來 我會用 我想要找一個 最佳的參數 來Map 最符合性資料的 現況這樣子 所以用類似類似的來做 那一樣 我們有資料型 S&T 那 當然會有假設 兩種介紹 因為我 第一 我是兩輩 這次講過兩輩 兩輩的話 我知道一輩是牌 但另一輩是減牌 那我用那個 就是 中一輩子 我要講到就是 pc1 成長psnc1 這麼多都是已實的 那 剛剛我們有講過說 其實 如果說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 高區分布的話 我基本上 就只要做這些資訊 我只要知道 mumens 跟fariure 就會有 高區分布這樣子 所以 ps1 跟c1 這兩個 都可以做s1 但這邊就是剛剛 都只講過 sigma 一樣 它這邊要搶成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這個人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解釋 我就是這邊要一樣的話 才能做享受 但是因為你扯到機率模型 基本上 你是要一起看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 城法的概念 所以 我每一個 都 我就做想承認 我想要有 恩類 我都承認 恩類的那個 城法這樣子 但是因為機率這件事情 它不好 不好求解 所以一般來說 用messpinting 我會取ROC 所以我會取ROC RO完之後 它就變成香蕾融色 那香蕾融色 我就可以做一些價值 我只要 只要各自上各自的東西 我就可以做 做一些 預裝跟造成 那因為我今天講的是高學 其實它這邊有點 直接就直接講 你要從這個 技術去計算 就是各自的 各自的這個 平均 就是當代 就是我把所有的 做現金長官之後 加總是一個 我都會知道 那比較麻煩的 應該是這個 S S的話 是降代 它有各自的比例 那S的話 是長這樣 就是我各自的 各自的這個 Varance 代表它的 比例 它有機率的概念 所以 各自的比例這樣相關 我會得到S 所以我們有的 S μ1 跟μ5 我基本上 我其實就會把 這個是整個 整個 整個參數 我會找到最大值 那時候 我給你這樣 這樣參數 我就會去找 這是最大值 因為 那我不會講 然後最大值 所以 這就是 用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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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來找 它是最好的 參數的概念 那這個是 導入 本方的一個 概念 這樣子 導入 這個大部分 這都是 比較級別的東西 好 那 講完這個 前兩章之後 第三章講了 就是說 剛剛一直講到一個 file 這個東西 為什麼file很重要 是因為 像 以剛剛這個 左邊的證明來講 好的 你如果要 你可以想像說 我今天要做 做 最好的 方式是 這邊 這個原因以外的 我就當作是 第二個原因 就是定位 但這很 很明顯 它不是一個現行方式 它是一個 高學方式 那其實高學方式 它的概念 在我們這邊的講法 就是說 我把它轉成一個 系的平面 就是 file1 和file2 那 系的平面 它其實可以用 一條線 就直接把它切換掉 所以 選擇一個 適合的file1 file2 是蠻重要的 不然 講到這個sbm 還是這樣概念 但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 高學方式 高學方式 在做這件事情說 它 光是要算那個命 還有 可能看起來很簡單 但事實上 要算那個命的話 其實 會 在這個conference 會非常的複雜 所以 我用剛剛的方式 在做 做求檢的話 基本上會遇到 預算量 的一些 成本都會低 這樣子 所以它認為就是說 我們一樣 在map到高學方式 但是我們用 testing 比規矩的方式 來解這樣 那其實 這個是簡單的第一 那 我就是還是用 柔軟體規矩的方式 來解 所以客們講 講完 經歷方式 講經歷模型的時候 為什麼要直接講 柔軟體規矩 是因為 他認為柔軟體規矩 是一個比較 可能比較好做的方法 這樣子 好 那一樣 柔軟體規矩的話 它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剛剛我是用 高學方式 去做推覆 那 這邊就是用 柔軟體規矩 去做 那一樣 你給定一個 快的轉換值 轉換值 所以 你會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你想要去找 給定 找一個最大 最最適合的P值呢 他反正就是 踢的 機率最大 那當然 這是一個懲罰的東西 一樣 所以我 在取個LOG 取LOG之後 我就直接 找這個 最大字 應該找最大字 這樣子 那其實 這邊有講到 就是說 你要找最大字 最小的P值 應該是 可以看人家符號 就算是最小字 最小字非常好 最小字 你竟然是 一樣 就說 如果有原本很好 找到規定了 所以這持下來之後 其實 你可以馬上得到 他的規定長這樣子 所以 你用的方式去做 做更新 就會 比較快找到 柔軟體規短 那 他的方式就是一樣 還是他有更新的方式 比如說 剛剛那個 有點像是說 在這邊 講到 一個問題是說 這比較像是 Postful solution 你把搜索的 從各地去算 他可以算到一個最好的 程序 但是說 算得非常複雜 那 我繼續回 我覺得是 你會想他用這個方法 說 Rating 來Square 概念其實跟他那個 我知道 概念一樣 我只是用這樣 去更新 所以我每次都是更新 一個 一個規定的方式 那 H 就是 那是 兩次 微分的 那個 這樣子 那你就會去定義 怎麼樣去更新 只是說 這個 這個還是一個很複雜 他這個 課本上有講 這個 那規定的話 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那他為了要方便 請先做 曲折印算 所以他把 這個 Vector 轉成一個像 這個 Fy 大寫的 T 這就是一個 多個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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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任聚能都會改變 你自己承認寫就好 都是我算了一個 ASM matrix去 然後改變那種 有效 我覺得背後的原因可能還跟一個有關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論壇 就幾乎大為人 然後他如果原來線性違規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超無線 他就直接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NA的問題 他就是局部上是二次人 所以他其實是局部上是最佳 是 然後再出三星的 所以他這個化很快 對 假設只有在你 你可以算出這個H才有用 因為你負責的Deep Learning其實算不出來 是 那這邊有關鍵就是 剛剛講到的就是 其實Y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總化方式 你的N 一樣會有N多問題 你的N越大的話 其實他在模擬越部長的架構 但是N越大基本上他比較少製作 N越大基本上他比較少製作 N越大基本上會送不出來 那當然 如果是兩個人的話 那當然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N是一個有關鍵的速度 那這是他後來 這個就是 我們都會把他 他把他畫成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一隻的 然後 大學呢 他是一個FIRE Z的話 是要這個 這個畫一層WT 再檢查一下R 所以他其實用這樣方式 可以直接更新你的W 那我沒有時間去推倒 我只是照他 特別上講過 他這樣方式是要更新 這些拿到新的字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隱私的方式 其實沒有 你可以把它們更新到新的字 那你每顆星隱私 那每顆星隱私 你咸這些指紋 那就是R會變 那是R會變 那一個比較會變 所以你比較實行 就有趣 這樣會變 那會不會變 因為Y就是那個W成這樣 Y Y的指 所以你每知道這都固定的 這固定的 就在R IT 可以 這 這個應該是一首 所以他會變,所以每變一次他的精神都會變 所以他就會慢慢收斂到你腰中的心 那流動腐的概念是,一開始會快速的收斂 把他後來慢慢更新 那這是,他用大方的去,這書上的形狀化去做 但是為什麼要講到狼牌子? 其實狼牌子只是一個做到這種狀況 我其實一開始也想說奇怪,為什麼會講到狼牌子? 其實狼牌子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我們前,第二跟第三節講的都是 我們假設他的資料,如果是用高雄可以做最強化的模擬 但是現實中,這些資料可能不像狼牌子 所以狼牌子的固定其實就是 你去找一個最好的狼牌方式 讓他逼近你這個高雄的方式 那事實上你一開始不會知道 你的方式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今天做出來的格式是一個Q Q就是一個 possibly的狀牌子 狼牌子的狀牌子 你會從這個資料 那狼牌子的狼牌子 那狼牌子的狼牌子 我這邊就是把他貼上去了 就是,他會做一個狼牌子的狀牌子 狼牌子的狀牌子 就是適合用自己 那必須這就是一個高雄的困牌 那大協人 他會先求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狼牌子 然後是用 泰勒掌他自己的狼牌子 自己的狼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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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在狼牌子 去逼近說 我可能給另一個狼牌子 會轉換成一個 又才會轉換成一個 接近有高雄的狼牌子 的狼牌子 的狼牌子 那這課本上就舉了例子 黃色的線 是他原本的狼牌子 他完全 他完全不是叫高雄牌子 是很平均的 那轉換完之後 會成為有狼牌子的狼牌子 那這邊呢 他講他是一個 LOG的 副的LOG的狼牌子 轉換之後 他也會變成像一個 高雄牌子的狼牌子 這樣 所以在這邊講的 目的就是說 其實 你 到一開始 你講的是 我用高雄去 去醫生的那些事 但是 如果做不是很好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現實的 又把他轉換成一個 高雄牌子 做見識 那 那 這邊講的是說 剛剛講的是二維的 他一樣他都講一個二維的翻譯 他是講 更為的翻譯 這樣子 那我一個 那我跟多維的話其實就是 插一個 NFO會變得多維這樣子 那 做完會差不多就是用 舉車的翻譯 去做這個 規定的求法 這樣子 那一樣的檔位 人質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Z0 F1 這樣子 做一個 BG高射的翻譯 這樣子 這是多維的翻譯 那 最後一個 就是 Basic的話 就是 Basic 那 事實上 事實上 你其實 其實要BGS 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找一個 最適合的 最適合的 W這樣子 對 那 在Basic的話 這個參數有一個 Distribution 對 也有一個分布 對 所以說你開始設成 你的Priorate的設成 高到10 那 當你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用Basic看的話 他的這些 這個 原來W 這個分布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 第一行 一節第一行是這個 對 Basic Priorate的成長 那個問題 那這邊一樣 你可以特出一個 新的 異性的 Q 的那個方式 那他這邊有兩個字 其實真的會求 一個是 NAP 就是剛剛你講的 我如果去找 這個 Mesma 最大的 Postitian 異性的大部分這樣子 那他有 專門上來講 他有 AP 那 SN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 Farious 他可以用他們的方式 去求得到 所以你可以 在用這個方式 找到一個 最適合的方式 本來是台灣的問題 但是 這邊可能是 最適合的WH版 就是這樣 這樣能夠有 WH的方式 這樣子 好 這是他最後一件 講的 那以上是我今天 的報告 那 看他有什麼 事情 還有問題嗎 謝謝J 讀完整張不容易 兩位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